美众议院3月13日通过TikTok法案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日表示 此举让美国站在了公平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立面 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 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同时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13日在TikTok发布视频表示 如果这项法案被签署成为法律 将导致TikTok在美国被禁止使用 并将造成创作者和小型企业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这将使3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他补充到公司将不停地抗争 包括行使其合法权利来阻止禁令 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正在组建一个投资集团 以收购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全媒首个推出无政客及持绿卡 未满五年居民医疗补助白卡的伊利诺伊州 由于不堪重负激增的医保 宣布将在此删减州府承担的医疗福利 伊利诺伊州医疗保健和家庭服务部3月13日表示 最快从5月1日起将更改成人移民健康福利 以及长者移民健康福利两项计划 届时持有绿卡不满五年的居民 将不再有资格拿到医疗补助 该部门预计约有6000多人因此失去医疗补助 届时受影响者如果要投保医疗保险 可改从OG健保的健保开放市场重新申请购买 重新确认保护是否符合移民成人及长者健保资格的程序 将从4月1日起启动 如果不再符合资格要求 或被要求提供额外信息证明继续符合资格 但未做回应者都将从保险名单删除 加州城县警长办公室3月13日表示 当天该县一场室内训练演习设施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16名特殊武器和战术小组成员送医 美联社报道称这起爆炸发生于下午约1点 地点是尔湾偏远地区的一座设施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原因 但事故是在拆弹小组训练时发生 警方还表示特警成员中最严重的伤势是腿伤 不会危及生命但需要手术 此外两名伤者则不需要手术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劳拉艾米勒表示 洛杉矶以南的FBI特工捷里克劳地区战术训练设施 平时负责为FBI和当地执法机关举行枪械训练和资格考试 事故中没有FBI人员受伤 并称FBI将率领调查这起事故 韩联社3月14日援引独家获取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商业计划书说 阿里巴巴今后三年将在韩国投资11亿美元扩展业务 阿里巴巴日前已经向韩国政府提交了上述商业计划书 今年将投资2亿美元在韩国开建的综合物流中心 面积达18万平方米 此外阿里还将投资1亿美元 帮助韩国卖家将产品带到国外销售 具体的做法是 阿里将成立采购中心挖掘优质的韩国商品 并于6月份开通全球销售渠道